大家好 我是小云 台海云坛和您 廖台海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不择手段 大搞去中国化和意识形态斗争 恶劣风气影响岛内社会歌界 近日 台湾出版业界就闹出了一桩丑闻 由大陆珠山大学学者曹宇 所著的中国石辣史 日前在台出版 改名为《激辣中国》 该书主要探讨中国人 石辣的饮食文化和辣椒的传播 然而 有读者发现 岛内出版社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 将书中所有的大陆字眼 都改为了中国一词 从而出现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变成了哥伦布发现新中国 等荒谬的事实错误 图书出版机构 有着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作用 却因意识形态 而出现了人为错误 岛内舆论哗然 该书作者曹宇 随后在社交平台痛批 出版社词重行为 试图为政治正确 而一笑后世 曹宇说明 该书并未有以大陆 指代中国的用法 书中所有的大陆 都是continent的意思 但台湾出版的 《极腊中国》 却出现 哥伦布发现新中国 南亚次中国 欧亚中国 等荒谬的错误 如果是将一些用词 转换为岛内 读者熟悉的词语 尚可有台湾编辑 自信常握 不需要特别智慧作者 但若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 而调整用词 可能会影响表达的准确性 台湾政治大学 法学院教授 廖元豪对此批评 出版社的做法 确实粗糙 他分析称 依据岛内相关规定 对岸就是大陆 两岸同属中国 但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 鼓吹去中国化 煽动台湾民众反路 已经在岛内 引起自我审查的气氛 事件发酵 岛内相关出版社 随后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回应称 编辑教队过程中 犯了严重疏失 将全面下架 并回收重置 激压中国 公布解析 针对此事 国台办近日指出 这是一出走火入魔的闹剧 是民进党当局 推动去中国化 造成的右翼恶果 民进党当局 处心局律地 煽动两岸对抗 强行割裂 台湾与中华文化 和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 以致荒腔走板道 反制的程度 既华天下之大计 又对台湾社会 一害无穷 从民进党当局 将台湾历史课本 去中国化 到台湾师范大学 改校歌 去中国化 再到岛内 某些图书馆 撤掉中国古典书籍 越南史 中华航空所谓证明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不断试图抹去 两岸同文同种的 立志事实 数点忘组 对岛内民众 进行思想牵制 此次 台湾出版社 闹出这出笑话 正是民进党操弄 结果的体现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无论是大陆 还是台湾地区的文化 都是相互关联的 民进党包藏 台独获新 操作去中国化 不仅让台湾地区 文化发展出现断层 也意味着台湾年轻时代 难以形成正确的史观 甚至已经让台湾社会 变得扭曲 实在悲哀